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记录的这条影片就是一个射波训练 中间夹杂着一些first touch和solder check的技巧 一个小小的重点就是当球还在空中的时候 就要习惯一下做一次solder check 用来确认那边如果没有敌人的话 就尝试一下转那边身就直接做一次射波 就不要看笑这个小小的solder check 其实在这个动作加了solder check之后 你会顾不到球 最初就会碰到球都离脚 练多几次之后就慢慢习惯了 之后慢慢就要给个target自己 究竟控去什么角度才会方便自己下一步射门呢 以及控的力度究竟是需要几一步的修正 才可以追回球去射到球呢 这些都是我自己在看自己的影片的时候 都会留意的东西 始终在比赛里面进攻球员即使是有主动拳 他都只可能透过这个动作去摆脱后位大概一步 甚至乎只有半步的时间 所以这些微小的控制都需要留意一下 当我控制完球转身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个坏习惯的 就是在龙门的位置 相对上可以看得到究竟射远处还是射近处比较好 但我自己就放得太多注意力在球上 所以变相就常常都忘记了看 搞到射球就常常散到keeper 要是射出界 所以都想透过这个训练去慢慢改善自己这个怪习惯 这个好看 我把那个研究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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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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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